现在社会风气已瘦为美,殊不知,减肥就是在无形中将自己福气消得一干二净,一般身材丰满的人性格善良,积极向上,自然运势不错,一个人甘别无神,怎么可能有福运临门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。 下巴越丰满越发达,晚越好,顾佳,在中国传统的面相学中,下巴被俗称为地库,它不仅象征着主食路和俸路,还预示着一个人的晚韵,一个丰厚圆润的下巴,配合面相和嘴相,被视为上乘的吉相,无论是圆脸配圆下巴。 还是方脸配合下巴,都显示了面相学中的和谐与吉相,拥有丰满或者轻微双下巴的人,往往会被认为是福气之人。 这种下巴,不仅代表着生活的富足,也预示着晚年的幸福,丰满的下巴,给人一种温柔敦厚的感觉,这样的性格,使得他们更容易与人相处,也更容易获得他人的喜爱和尊重,在面相学中。 下巴丰满的女性通常被认为是标准的贤妻良母,她们不仅能够教育出优秀的孩子,还能够在晚年享受到幸福的生活,这样的女性往往能够家庭和睦。 生活美满,她们的善良和贤淑,为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温暖和爱,以王女士为例,她就是一个下巴丰满的典型,她的家庭生活非常幸福,丈夫对她非常尊重,孩子们也非常孝顺, 她不仅教育出了优秀的子女,还为自己晚年的幸福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,她的面相和下巴成为了她幸福的象征,也成为了她家庭幸福的见证,臀部越丰满越发达,才越好。 稳重,在中国传统的香书中,臀部的形态被赋予了特殊的象征意义,其中有一句话道出了臀部对于人的运势的重要性,肥不可无臀,瘦能够无臀。 这表明,不论身材是风鱼还是轻瘦,臀部的丰满都是值得赞赏的,臀部的丰满不仅象征着财运亨通,代表着一个人既有赚钱的能力,又有存钱的习惯。 这种特质往往能够带来持久的经济稳定,更重要的是,臀部有肉的人通常性格稳重,具备耐心和毅力,这些都是成就大业的宝贵品质,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,一个浑圆而有弹性的臀部,不仅是健康和生育能力的象征,也是乐天之命,以家庭为重的体现,这类女性往往将家人的幸福放在首位,她们是贤妻良母的典范。 也是旺夫相的象征,以李女士为例,她拥有一个丰满的臀部,这不仅让她在人群中显得格外自信,也预示着她财运亨通,生活富足,她在工作中表现出色,善于理财,在家中则是家庭的支柱,对丈夫和孩子关怀备至。 但是,她的臀部不仅是她个人魅力的体现,也是她家庭幸福美满的象征,腰腹越丰满越发达。 子四朵,福气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腰部不仅是身体的一部分,更是富贵与福气的象征。 我们常用腰缠万贯来形容一个人的财富与成功,而腰部圆润且有肉感的女人。 在命理学中被视为天生的富贵命格,她们的一生往往伴随着福气与好运,然而,在现代社会中,许多人追求苗条的身材,特别是女性,她们常常为了消除所谓的水桶腰而努力减肥,这种审美观念虽然流行,但在传统相学中,腰部有肉感却被认为是一种福气的象征,腰部肉感的女性往往更容易受孕。 这是因为腹部脂肪的积累有助于生育和健康,在现代医学中,这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,适当的脂肪储备对女性生殖健康是有益的,如果一个女人的腰部越来越有肉感。 这通常意味着她的生活越来越顺心,腰部肉感的增加,不仅预示着她的福气,也意味着她的财气旺盛,这样的女性往往能够享受生活的美好,同时也能够吸引好运和财富,以张女士为例,她的腰部就逐渐变得更加丰满。 这种变化不仅没有让她感到困扰,反而成为她生活幸福的标志,她的事业蒸蒸日上,家庭生活美满,她的腰部肉感成为了她福气和财气的象征,腿部越丰满越发达。 感情好,踏实,在中国传统的相学中,对于腿部的形态有着独特的看法。 人们常说,腿长脚瘦的人容易奔波劳碌,生活辛苦,对于男性而言,如果腿过于纤细,就像麻干一样,这样的身材很难给人稳定和力量的感觉。 而大象腿,这种在现代审美中可能不被看好的腿形,在相学中却有着不同的解读。 大象腿的女性通常被认为是有富有命格的人,她们能吃能喝,享受生活,心态宽厚,体态风雨,这样的女性往往心宽体盘,性格温和,不仅能够享受生活中的美好,还具有望夫的本事,以赵女士为例,她拥有一双丰满的大象腿,虽然这在传统审美中可能不被看好。 但在她的生活中,这却成为了她福气和富贵的象征,她不仅生活美满,家庭幸福,而且她还具备了望夫的特质,她的丈夫事业蒸蒸日上,家庭生活富足,因此,我们不能单一地以现代审美的标准来评价一个人的腿部形态。 相学中的解读告诉我们,每个人的身体特征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,重要的是,我们应该接受和珍视自己的身体,无论它是什么样的,耳垂越丰满越发达,福禄旺,记得,在中国的传统相学中,耳垂被认为是一个人终生命运的象征。 耳垂越大,通常意味着一个人越有福气,当我们观察寺庙中的佛像,会发现佛祖的耳垂都是又大又垂,这象征着佛的富贵与吉祥,耳垂厚大的人,不仅在财运,感情运和家庭运方面表现出色,而且也是典型的福像标志,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厚大的耳垂,但相对于瘦削的人来说,耳垂厚大的,概率要大得多, 耳垂大的女性,通常性情温厚,具有很强的包容心,她们不仅能够享受好自己的命运,还能够对丈夫的运势产生积极的影响,使丈夫的运势兴隆。 以孙女士为例,她拥有一对丰满的耳垂,她的性格非常温厚,对待家人和朋友都非常有爱心,她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,家庭生活也非常幸福,她的耳垂成为了她福气和富贵的象征, 也预示着她一生的好运,在现代社会,以受为美的风气盛行,很多人为了追求所谓的美丽,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,盲目减肥。 然而,她们不知道的是,减肥的同时,也在无形中将自己的福气削减,传统相学认为身材丰满的人性格善良,积极向上,自然运势不错,一个人甘别无神。 怎么可能有福运临门,相学中,下巴,臀部,腰腹和腿部的丰满都被视为福气的象征,丰满的下巴预示着晚运好,顾家,丰满的臀部象征着财运好,稳重,丰满的腰腹代表着子嗣多,福气,丰满的腿部代表着感情好,踏实。 而耳垂丰满的人,福禄旺,积德,这些传统观念虽然与现代审美有所不同,但却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慧,在这个追求美的时代,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风,而应该学会欣赏自己的独特之处,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,都有自己的福气和命运。 我们要做的,就是珍惜自己的身体,关爱自己的心灵,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,同时,我们也要学会尊重他人的审美观念,美,没有固定的标准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美,我们要学会包容和接纳,让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更加丰富多彩,最后,让我们回归内心,追求真正的美。 美不仅仅是外表,更是内在的修养和气质,一个心灵美的人,无论外表如何,都会散发出迷人的魅力,让我们努力提升自己,做一个内外兼修的人,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,在这个浮躁的社会。 让我们珍惜传统文化中的智慧,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,活出真我,绽放光彩。 总之,我们要明白,福气的象征并不仅仅局限于瘦弱的身体,丰满的身材,同样可以带来福气,让我们从现在开始,珍惜自己的身体,拥抱传统智慧,追求真正的人生之美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拥有一个充满福气的人生,让生活充满阳光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。 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